这个新娘火了,福建,婚车和灵车狭路相逢,互不退让,因为按照习俗,出嫁如果走回头路是很晦气的,而死人更不能回头。 眼看要错过及时,新娘却拉着新郎走向对方,做出一个惊人举动。 一起来看,大喜之日,新娘头戴凤冠,脸遮红方巾,上身内穿红绢衫,外套绣花红袍,下身着红裙,红裤,红缎绣花鞋,千娇百媚,一身红色,喜气洋洋。 而新郎穿着帅气的西装,开着婚车早早地把新娘接上了婚车。 但是婚车经过一条乡村小道的时候,却迎头碰头了一支送丧的队伍。 他们敲锣打鼓,缓慢前行,看到婚车开过来,带头的人也愣住了。 这条小路只能允许一辆车通行,这意味着要有一方退让。 可是白氏不走回头路,按照民间的说法,死人往外送,没有回头的道理。 如果退了,会让王仁对杨氏有留恋,走得不安,而红氏也不能掉头,因为女人出嫁要一心向着夫家,回头就会晦气或者不吉利,容易离婚。 于是双方僵持不下,谁都不愿意后退。 而新娘急了,如果路上耽搁了,那就要错过及时,那不是更会气吗? 想了想,新娘靠近新郎耳朵说了一番话,让新郎直接打开车门带着新娘走向对方。 新郎这边接亲的人一看这架势,以为新娘要带头干架,像打了鸡血一样准备支援。 而白氏这边的人失去亲人本来就痛心,看到新郎,他们还敢找事,也是咬牙切齿。 但万万没想到,新娘拉着新郎走进灵车后,却对着灵车鞠了一躬,然后对他们是,死者为大,你们先过。 而新郎也跟着掏出洗烟发给对方,并向亲友们挥手示意后退。 在场的人健壮,先是吃惊,然后愧疚自责,感叹新娘的格局真大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此事引发热议,有网友说,肯定是红氏让路,天大地大事者最大。 也有网友说,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红上白下。 一个代表新生,一个代表结束,红让白不就始末逆转阴阳颠倒了吗? 还有网友说,换个角度去想,婚车遇白,白头到老,遇到棺材,财运亨通。 那么红白相撞时,到底该谁让谁呢? 两家喜丧同日子,先让喜家发轿子,这是农村在红白市撞在一起的时候,一种约定俗成的风袭。 虽然红白相撞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比较少,但是保不齐就会发生。 而在这时候,办白市的人家就会主动让路,让红市的人先走。 其中的原因如下,一,咱们在举办喜事的时候,一般都是讲究一些良辰吉日,而这些寓意美好的良辰吉日都是比较少的,所以什么时辰做什么事情都是定好的,就基本上不会改动。 而白市则不同,毕竟人去世无法预测,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良辰吉日一说,所以就可以先缓一缓。 二,结婚毕竟是喜事,所以在人们看来是比较吉利的。 而办白市的人家遇到办喜事的时候,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征兆,所以就会给办喜事的让路,以求喜事先行的目的,也是给逝者积一些因德,好让逝者在阴间能获得好报。 两家喜丧同日子,先让喜家发轿子,这是农村的一种传统风俗,既是人们对于一些极力美好的寓意的渴求,也是人们谦让讲理的一种表现。 此外,如果两者方向相同,相向而行,比如说丧车在荤车前面,荤车跑得比较快,结果前方遇到了丧车,这个时候需要注意,农村人讲究,如果跟在丧车后面会不吉利, 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停车等等,让丧车走了足够远之后开始行动,或者选择另外一条路走,从而避免再出现相遇这种情况。 总结,其实,各地的规矩风俗不一样,不可一概而论。 不过福建小两口,下车向逝者行礼并让路,更能赢得面子与尊重。 新娘的退让,不仅化解了两辆车的僵持,更展示了新娘的善良和智慧。 她的衣柜,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,更是对传统习俗的理解和接纳。 她的让路,不仅保证了婚礼的顺利进行,更体现了她对生命的真实和对他人的关心。 娶妻当娶贤,小哥找了个好娘子,贤良淑德。 而每个人结婚,都是挑黄道吉日,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离婚。 所以,婚姻是否美满,靠的是夫妻自己的经营。 而新娘能理解包容他人,又怎么不会理解自己的丈夫呢? 所以,他们的婚姻肯定能够幸福美满。 延伸、丧妻、婚巴、寿酒、红白喜事的传统老规矩,有啥讲究? 通常,人们一般把结婚作寿叫红,称丧事为白,合起来就叫红白喜事。 俗话说红事不请不到,白事不请自来。 老百姓对红白喜事通常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老规矩。 比如婚宴和寿宴得收到请帖才去。 而丧事只要知道消息,哪怕没人通知,一般也会主动去参加追悼。 总之,无论是婚宴、丧宴还是寿宴,都有很多习俗讲究和忌讳。 过去有句老话叫丧妻、婚巴、寿酒,说的就是婚丧寿宴的一些传统规矩,你知道有啥讲究吗? 丧妻、婚巴、寿酒,这句话完整的说法应该是丧宴吃七、婚宴吃八、寿习吃九。 按照传统,过去办丧事的宴席,只有七道菜,婚宴的九席,则是八道菜,寿宴的席面最丰盛。 一共有九道菜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呢? 其实,和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数字的特殊讲究有关。 桑宴吃七、七这个数字,在传统文化中和祭祀有很多关联。 比如周代的礼制当中,就设立有七种祭祀,礼祭中称之为七祀。 传说人有三魂七魄,魂离开人的身体不会让人死亡,但是魄不可以。 魄如果和身体分离,人立刻就会失去生命,所以一个人去世以后,他的魂还要飞往鬼门关经历六道轮回。 而七魄则直接消散,这就叫魂飞魄散。 从上古时代起,人死之后的祭祀活动就以七为周期,比如头七、二七、三七,一直到末七,一共七七四十九天。 这叫烧七或者首七,当然在现代的丧葬活动中,通常只保留了头七的习俗。 民间的葬礼,因为受到传统祭祀文化中七特殊意义的影响,从而形成了桑宴吃七的规矩。 婚八,说的是婚宴吃八,按照传统,过去婚姻的酒席,一般安排的是八冷八热,也就是八道热菜,八道凉菜,寓意八八大发,成双成对。 结婚是人生的大喜事,婚式的主题是双喜,所有的东西都要成双成对,一切和数字有关的都要蕴含美好甜蜜的祝福。 数字八计是双数,还谐音发财的发,婚宴吃八的习俗,其实是对新婚夫妇以及所有宾客的美好祝愿。 寿席吃酒,同样也是用酒席上的酒道菜,来寓意老人家能活得长长久久。 按照传统,六十为寿,也就是说人到六十岁的年纪才能坐寿。 但是坐寿也有坐寿的讲究,比如很多地方坐久不坐时,七十大寿要提前到六十九岁坐,因为古人认为凡事不能十全十美,不能够太过圆满,所以正时的大寿要减掉一,变成久。 长寿的福气才会真正长久,这就是寿席吃酒的由来,不知道在您的家乡,还会不会遵循桑期婚八寿酒的习俗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